Dudeal 中英对照天天大道见解 以何谓天天大道 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 三求道四求什么 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 五具备什么条件 才可以求道 六求道对我的生活 有什么影响 七道的宝贵 四求道对有什么影响 以何谓天天大道 先天大道又简称道 我们若仔细地去观察 心窍开悟之后 就可发觉宇宙间 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序 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 也都有一定的法则 所谓的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 在就是道 道乃在天地生成之前 即已存在 不曰天天大道 道者理也 理就是真理 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 道即已存在 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 万物万类 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 道不会毁灭 道因为无取无来 不生不灭 能代表着宇宙间更不不变的真理 道的本体 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 在混沌未叛之初 宇宙间之是一环灵妙语 无天无地无人 也没有语言和文字 所以我们是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 或资论来评论它 不大道无明强明约道 我们也是勉强用道 这个名词来代表它 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 道又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 使一切的自然性